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永和區秀朗路二段的季媽媽粥麵飯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感覺這個餐點的價錢都很便宜 感覺又是一個很佛心的店家 這邊寫幾線外帶 老闆娘你好 想問一下網路上查不到櫃店的營業時間 請問是幾點到幾點 我是早上差不多6點40左右到中午1點 那有公休嗎 禮拜天 其他家裡有事情我會休息 我感覺這邊之前這也還有賣麵嗎 這一些都有 現在沒有嗎 現在有啊 現在也有 這就是我賣的 都有都有 不好意思 因為看到前面菜跟後面不一樣 前面的看板 我拿著再花錢去修改 所以有買過他會看裡面 就知道裡面這個都有 是 好那我就想要點那個 因為網路上推薦是說您的油飯很好吃 油飯對啦 油飯OK啦 其實我們這個都是自己做的啦 自己手工做的 我不是批來賣的 是 那比較有家的感覺 是 是 有那個蝦的味道 是 所以客人反應說我不像在這裏 是 是 喔蜜豆腐啦 好那我就想要點那個 小的油飯跟滷肉飯 還有小的芋頭瘦肉粥加皮蛋 好 小的油飯 還有滷肉飯 還有滷肉飯 還有芋頭粥加皮蛋 是 然後我想要再切一份那個 豬耳朵跟海帶 好 謝謝 好 剛剛有聞到這個滷肉的味道很香 我們這個也是自己切的 喔自己切喔 這個手工切的 喔看得出來 我用自己 我不是這個 這個不是用機器去弄的 是切的 來 那這個滷肉自己切就會比較美味喔 對 口感不一樣 所以 做得很幸福 哈哈 哈哈哈哈 那油飯好吃又什麼秘訣嗎 呃 也是手工啊 喔也是手工啊 全部都手工啊 像那個香菇啊 我人家都買那個大陸的啊 那我是買台灣的 一朵一朵比較貴 還要手 還要自己 手工去 剪 欸是 是埔里的嗎 欸對啊 欸是 所以基本上我這個 這個材料 食材都用 不錯的食材啊 所以說 自己的門口 然後 沒有人事成本 還有電駐的壓力 所以我 我這樣子可以 稍微可以做 欸是 不然他的成本都很高 欸是 欸我看到你這個 菜單價錢都真的很便宜 欸 有客人講啊 他說我的地點不好啊 不然這個價錢 其實都有 有算很 偏低啦 他說人家在調 調長 我說啊我的客人 沒有達到那個排隊啊 所以 當然就 比較平一下 欸 您辛苦了 欸 那這樣已經開業多久了 我 呃 17年喔 17年喔 辛苦了 好 那 開業17年的話 這樣就是希望大家 多多給老闆娘鼓勵欸 呵呵呵 也是很辛苦 這個都自己用法好了 喔是 感覺滷的蠻香的欸 用心啦 反正什麼事情 就是 用心做的 你肥的敢吃嗎 因為他 敢吃啊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他他喔 這個 有時候 其實他跟肥肉的那個 不一樣啊 只是說敢吃的人 他才敢吃啊 肥滋滋滋 肥滋滋 不然有人說 看到這樣 冷嘎嘎啊 對不對 其實肉就是 稍微要點肥滋滋才好吃 嗯 口感不一樣 欸 你太瘦會乾乾 欸 對對對 那豬頭皮切一份也很便宜嗎 蛤 我切一份40 也很便宜 也很便宜 我們也會 會覺得有一點可惜啦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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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去 沒有去達到他想要的那個口感 沒有去 沒有去 那我可以不得到 喔 保留的喔 你3G要不要 喔 不用 所以這個價錢真的是蠻便宜的 好 好 那這個就是季媽媽粥麵飯 那現在就回家開箱 好 那緊接著就到 鼎溪市場的 香港新發燒鴨點心飯店 好 這是這間燒拉店正面的樣子 好 價錢都很便宜啊 好 肥滋滋的燒鴨 肥滋滋的雞 好 肥瘦相間的叉燒肉 肥滋滋的 肥滋滋的 那個肥滋滋的叉燒肉 老闆娘早 那我今天我要那個 鴨腿加燒肉 燒肉 對對對 謝謝喔 老闆娘 老闆娘有粉絲想問說 如果想買一整隻烤鴨是多少錢 500塊 其實有比較便宜喔 有 外面都賣600塊 欸 對 謝謝 全部肥滋滋 好 這家就是早上就可以吃到燒辣很狂的便當店 你看那個汁噴成這樣 嗚呼 好 再加上那個很道地的乳汁啊 昨天禮拜三我們休息了 好禮拜三休 阿蓋之前可以拍一下嗎 蓋之前可以拍一下嗎 蓋之前可以拍 拍一下嗎 去那個 150 萬香喔 讚喔 漂亮 好 你昨天去萬香拍那個 欸對 烤鴨 阿你前一天拍那個滷味是 看那邊那個市場 那個滷味 早天我去那邊 看那邊排隊 真的齁 傷腦筋啊 所以說我拍完之後 所以拍完之後還是會排隊啦 阿那 老闆娘你明天就排隊了 哈哈哈哈 那幾百 五百 五百 好那這個是這裡很好吃的蘿蔔糕 但是我沒有辦法馬上開箱 一百二 好吃喔 好現在進來菜市場一次這麼麻煩 那還是逛一下好了 好那這個就是 燒辣便當店 好那就逛一下菜市場了 現在進來這麼麻煩就逛一下 那今天一樣走一段就好了 頂級鮭魚兩片三百 蠻便宜的 兩片一百五 兩片一百五 喔便宜 謝謝 好那這個就是很有名的東家炸雞了 嗨你好 你好 你好 現在那個帥哥老闆娘不在 欸 帥哥在後面 老闆娘在後面 在後面 好好 好就拍一下 蛤 這邊還有很多東西喔 欸 對啊對啊 哈哈哈哈 好那東家炸雞也是很好吃的 我這個現炸的一定好吃喔 這家叫做台灣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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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好像是豬油啦 好 豬油 啊不好意思 因為很香啊 哈哈 欸 不好意思 欸 好 就光一小段就好啊 好 這個是港式點心 這個是拐杖啊 來抽到雞腿啊 好 好 那這個是很有名的夜藤記鼻蛋 欸 在無心市場也有 好 那這麼多間分店都是指引的嗎 那同個老闆 同個老闆 好謝謝 那夜藤記的鼻蛋上次有吃過是蠻好吃的 再來是魚類 那天你沒有擲的 如果要進去 那天我過了 然後到那個餅頭 好吃嗎 你再吃嘴巴 你一直打Oka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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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蠻好吃嗎 好 那可不可以 來看看哦 可以不要吃我 吃蛙粿 看 好 來 因為 這邊是賣瓜的 感覺稍微有點復甦的感覺 人氣 白帶雨很漂亮 魚類都蠻新鮮的 這邊是賣衣服 好,那就拍到一小段就好了 好,請問一下,你會好嗎? 要放在地上? 要放在地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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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真正就是菜市場的感覺啦 好,這個上次就是粉絲在問的仙草...仙草快 在菜市場就可以看到最多的食物 甚至還可以學習到一些新的食物 鳳梨有好幾種,這個是金鑽 山藥,很漂亮啊 好,這個是雜貨類 你只要用清水,記得我們用清水沖一下就好了 那就可以煮15分鐘就好了 地道不要煮太久,你那個水不能太大 你太大會把它沖破 它要厚放 不會啦,現在你這樣五洞泡,你丟冷藏它可以換兩個月 不要丟冷凍,冷凍煮 你冷凍後面煮的話會變成那種 薄薄 它破壞了膠質,所以它就是沒有那個口感 這個就是桃椒,蠻特別的 特別 上次也曾經有拍過這一攤 這一攤的螃蟹都很新鮮 那這邊就有很多的堅果類 然後牛三寶的話,在那個無心市場也有 那這邊就有很多的堅果類 這邊上次有嘗過,他們的牛肉是很好吃的 然後牛三寶的話,在那個無心市場也有 好,那這個賽事場就逛了...半圈啦 好,這饅頭也蠻香的啊 來,看喔,你看到出爐喔 這饅頭也蠻香的啊 好,疫情期間大家都辛苦了喔 好,疫情期間大家都辛苦了喔 生意比較難做,然後大家都怕來怕去的 我也很怕,大家都很怕 哈哈哈哈 好,再來就回家開箱 好,那現在已經回到家了 那馬上從這個季媽媽的油飯開始吃起 他說滷肉是自己手工切的 看起來好像就蠻好吃的 嗯 喔,配上這個菜脯,好吃咧 除了這個滷肉,還有這個濃濃的香菇味 香菇的香氣啊 喔,好吃咧 嗯 很傳統風的味道 嗯 好,這個滷汁很香 那個香辛料的味道都割足了 然後豬肉的味道很香 也夠鹹啦 跟這個油飯搭配起來很美味 然後油飯吃起來就是 顆粒分明 嗯 嗯 好吃耶 喔,讚讚讚喔 嗯 好吃 鹹香鹹香的,然後帶一點淡淡的甜味 嗯 嗯 好吃 然後再加上這個便宜的價錢 我覺得分數是 就給滿分好了 季媽媽也滿辛苦的 但是我猜滷肉飯可能更好吃啊 因為我剛剛看滿多人點滷肉飯 嗯 嗯 嗯 便宜很實惠啊 好吃 不過下面這邊稍微有點一坨一坨的 這個都是真實的狀況 好,就看個人的取捨 然後菜脯也滿好吃的 好吃 算是便宜和美味 好,再來這個是滷肉飯 相當令我期待啊 喔喔喔喔喔喔喔 嗯 讚喔 飯煮的稍微有點濕 哈哈哈哈 但是它這個滷汁味道真的是不錯 哇這個滷汁配白飯好好吃喔 讚喔 真是台灣味 鹹香鹹香的 還有這個 應該有蒜碎跟油蔥酥吧 很香啦 最起碼我有吃出油蔥酥的香氣 嗯很棒 滷肉就肥滋滋肥滋滋的 有肥有瘦喔 個人覺得滷肉飯跟油飯比起來 我比較喜歡滷肉飯 超好吃的耶 讚喔 我這個可以喔 如果有點酸菜就更棒啊 就會超過滿分的感覺 現在是 有的人可能90分有的人是滿分啊 好吃 算是比較乾爽型的滷肉飯跟油飯 好但是我還是給滿分喔 因為真的很便宜 分量十足 喔真的好吃 口味真的蠻不錯的 好各位朋友可以吃吃看 讚喔 好再來是這個相當令人期待的皮蛋 欸我想一下 我應該是點芋頭粥 加皮蛋 芋頭粥加皮蛋 芋頭也很香喔 裡面就是有瘦肉 然後芋頭玉米 應該還有點菜脯喔 蠻實在的 還有芹菜末 嗯好吃 煮得很綿密耶 煮得很綿密耶 嗚 好吃喔 這個很適合小孩子吃 嗯 口味真的很不錯 嗯 嗯 嗯 讚 好吃喔 喔料算滿豐富的喔 攝後給蠻多的咧 如果愛吃粥的朋友可以參考看看 分數給滿分好了 因為真的是蠻便宜的 然後我覺得這位媽媽蠻辛苦的 希望各位朋友多支持她 好吃 就是有媽媽的味道 好吃 再來是小菜 剛剛那個油飯也附一包醬 我忘了加 那各位朋友吃的話可以自己加那個醬 應該會更好吃 我沒加就算了 再來是這個肥滋滋的豬頭皮 這小菜就好吃了 40塊量蠻多的 而且充滿了膠質 肥而不膩 相當好吃喔 讚喔 很有豬肉味 感覺好像看到豬在走路 哈哈哈哈 嗯 好吃啦 嗯嗯嗯 蠻值得推薦的店家 嗯好吃 很實在很過癮 嗯嗯嗯 肥肥肥肥肥肥肥的喔 很實在很過癮 嗯 好吃喔 海帶也好吃 宿郎路二端30號 就很靠近兩味燒辣 嗯 沖一波沖一波 好吃不貴 嗯 讚 好 接著繼續吃下去 香啊 燥啊 吃了土泡泡 个人对港式烧辣见解就是 我以前在这个饭店看到我的师傅 处理这个烧辣 他是有用芝麻糖涂在这个 烤鸭的外表 然后他有这个 卤水 香料水灌到鸭子里 然后进去烤 烤好几次 然后 我觉得港式烧辣话是 说不出的香料味 然后皮味烤的酥酥脆脆的 然后相辅相成的 衬托出这个食物的原味 个人觉得是这样 嗯 皮酥肉脆 真的赞 然后台式的港式烧辣的话 就是八角味很重 然后很死咸 那香港师傅做的 他就是因为有糖嘛 所以就会有一个这个 焦香焦香的感觉 嗯 这一早就能吃到很狂 超好吃 当然我的视频也出现过很多遍 今天就想要吃丰盛一点 偶尔偶尔 只是偶尔哦 肥子真的烧肉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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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爽了 先是這個皮的香氣 酥脆 油脂的香氣在口中爆開 好 再來是這個瘦肉的鹹香 嗯 何唯超讚 根據我最近的體驗就是買半隻鴨差不多300塊 好 事實上這樣組合吃是會比較便宜 就看個人的選擇 單吃個鴨腿也很爽 那如果你有經濟上的考量的話 好 這個腿喔 有會一部分卡在這個皮下面 一口牙心的爆開感覺 嗯 超級好吃的 好 基本上今天早上就算是這個 永和美食特輯 好 但是雞媽媽我是沒拍過的 好 這港式燒烤真的值得吃啊 便宜又好吃 然後又是這個正宗的港式味道 早上就能吃到了 好 再慢慢解決這個便當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台灣加油 台北加油 各位朋友加油 咱們下部影片見 祝各位有愉快的一天 掰掰